HELLO! 大家好,我是飛行 很久沒有跟大家說過 High News 我發覺近一、兩個月沒有很多興趣的事 但到這一刻,年尾開始有更多的消息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隊跟大家說的是 UA Storm 其實是兩隊,不是一隊 首先推出了兩隊 第一隊就是 Infiniti 3 Infiniti 3 其實是有拉鏈的 鞋身的鞋頂上有拉鏈 這類型的鞋子好像Nike 設計 把鞋繩綁在裡面,外面有拉鏈 這類型的鞋子是一種Water Repairn 的物料 所以你如何下雨,它還可以跑步 不會不入水,即是外面可以防水 但始終它也不是包到裡面 所以跑起來是沒有那麼容易,整隊不是濕透 但如果浸得太強,你還是沒有苦的 不過整體來說,這些Water Repairn 的物料 防水都算是不錯的 所以這隊 Infiniti 3 Storm 整體來說,我相信在防水部份應該是不錯的 都是做傳掌的Hofen 中底科技 其實是用上風的支撐 整體跟它同時的跑鞋系列不大分別 所以最主要吸引的地方就是它的防水設計 除了這隊外,還有一隊防水設計 就是 Sonic 4 Storm Sonic 4 跟 Infiniti 3 有不同的打法 Sonic 4 主打輕量化 所以鞋身的表面就沒有拉鏈款 沒有蓋這些鞋繩 只要是一陣防水物料,就是普通綁繩 這隊整體來說的設計 跟那隊差不多 不過這隊主要是輕輕一點 因為沒有了蓋子 而且硬性程度沒有,暗硬性 這隊主打輕量化 所以整體來說,看你怎樣選擇 Infiniti 3 跟 Sonic 4 看你自己個人喜好 但是兩隊都是防水跑鞋系列的其中一員 來到 Assis Gelbust 我也是一代被大家以為是神鞋 已經來到25 25 的低筒 整體來說都是大家趨之若武 我這代已經沒事了 不過去到23、24 其實大部分的 Assis 球鞋 主要是力線比較好 在室內場的實戰性比較高 其實它每次都不是大改型 都是小改 但整體來說,性能很硬 很實際 所以大家都不停地追捧 其實最主要來說 這隊的Gelbust Low 都是一個叫做Gelhook的高筒 它可能會太薄 這隊可能會有一定的靈活性 但中底是比較冷靜的選擇 我相信大家要選購都不容易 所以都是 鏡 鏡 這隊可能是今天想說的主線 是什麼呢? Donsis 到這一刻 都未有自己的Signature Souser 但是就用它的靈感的 Inspire 一對Jordan Zoom Separic 出來 這隊球鞋 主要是看到它的後切步 即是Harden的Fan 後切步 造成了一個概念 其實我看不出後切步 怎樣做得出的樣子 但是你聽就聽 都是一個順子 我覺得反而的問題 就是到這一刻 Salaam Williamson 也有鞋 他也還沒有 我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好了 他本身的設計 以低筒形態設計 半鄉內村 但是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它的重心 好像是比較高一點 這個泡沫物料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Zoom Air 這次放在中間 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Zoom Air 通常在足弓位 都是用TPU 但是這次Zoom Air 氣墊 據官方就說是放在中段 所以Linkey 玩到沒什麼好玩 將Air 放在不應該放在Air 的地方 這雙鞋的性能 就真的不敢想像 不過整體來說 外觀也挺有趣的 你可以看這些設計 有些位置看起來 有些像Puma 但鞋底看著紋理 又看起來 不是很有Grip 的地方 再加上觀感上的重心 也不是太刺激 我相信這隊的定位 應該都是 Jordan 系列 是Basic Line 的設定 不過就找了 Donsich 做一個代言的效果 我都看到了 Kairi 在香港 Kairi 8 Infinity 已經靜靜在香港發售 但是這次沒有搶爆 因為Kairi 近兩季都沒有打 當然他已經將自己的 大概都消耗得七七八八 如果太久沒有上場 效應就會消耗得差不多 再加上我看 Enso 說 這雙鞋好像很恐怖 前後戲展已經是Kairi 第一隊 但整體來說 最不Kairi 聽就這樣聽 所以這雙鞋來說 可能是因為評價不太高 所以銷情都不Kairi 這樣就不太能賣 我猜的問題 主要是前掌 原本是Zoom Turbo 也是一個很標準的東西 但就變成普通的Zoom Soofable 但後鞋就加上 口香糖方形的Zoom Air Unit 通常大家都知道 這些口香糖方形的Zoom Unit 是療性於無 整體來說 衰減沒有那麼快 但其實沒有實際的門陣用途 所以你會想像到 它的設定不會非常得出 TPU 就好像說 小到媽媽都不認得 也算是有 之前有些沒有 所以整體來說 期待值就不會很高 但Kairi 的中統設計 亦是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的中統設計 對牌的保護 未必是非常得出 所以如果整件事 沒有它自己不停打球的加持 我相信這雙鞋真的蠻難賣 再加上會不會玩鞋 要選擇退休 這也是挺有趣的話題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值得觀望 相對於這雙鞋的期待值 我可能現在反而期待這雙Dame 8 多一點 有朋友也問過會不會試了Sunlock Chi 我看到Captain也試過這雙鞋 這雙鞋其實大家都有點懷念 因為當年 在那年打季後賽 做了一場沒有穿 我印象中是這樣 但不是季後賽 聖誕節大戰 我記得有印象 有這樣的東西 但整體來說 它的配色除了對上一次 也是粉紫色 這雙鞋也蠻有趣的 看鞋底還是夜光底 不過顏色配搭來說 我覺得是蠻帥的 但夜光底穿上來也沒有特別 通常買夜光底這些款 都用來儲物 不是用來試 整體來說 就要看別人自己個人喜好 即是對Son of Chi 即是對Derek Rose 這個不斷的精神 有多崇拜 所以我自己就OK 這隊 但是 看看到時能否入手 因為Son of Chi 我看到Erin 有些難色 都不容易入手 來到這一隊 終於到了Dame 8 終於摒起Light Strike 鍾底的設定 來到這一代 就製造了Bounce Pro 可能在Bounce 上 改良一點 因為Bounce 比較硬 Light Strike 比較軟 所以今代 終於製造了鍾底 可能性能較好 不過外觀來說 也不至於很吸引 而鞋體整磨 感覺上重心偏高一點 鞋身部分 跟上兩代的感覺 也無大分別 我想它主要想動動了鍾底部分 看看外觀再慢慢改 外貌是否很吸引 就不至於 但性能方面 可能有少許期待 因為洗心革命 轉隻物料 起碼不用玩到無限遠 鞋底的紋 好像是蠻有趣的 你會看到這紋 也有少許像Kairi的鞋 但Haren Pattern 有少許不同 外貌的樣子也蠻有趣 夠不夠Grip 就不知道 但樣子蠻有趣的 這個表面來說 反而有少許 Dawn Issue 1 的味道 鞋頭雜版的 Dawn Issue 1 所以整體來說 期待直有 不過是否會去到非常雀躍的程度 我覺得難說一點 JORDAN 6 代經典配色 來了 這對是樓村洞 黑紅色的JORDAN 6 顏色 之前已經出了白黑紅 今次又出了黑紅 JORDAN 6 代經典配色 JORDAN 6 代經典配色 純粹以這個配色來說 這款都可以 但整體來說 現在都不需要搶購 唯一最大的缺點就是 Translucon Rubber 如果你買的時候 穿的時候 可能要主打室內場多一點的定位 樣子來說是蠻帥的 我覺得這個樣子沒有什麼挑剔 來到最後一個都蠻有趣的 這個我自己都覺得蠻有趣 蠻期待的東西 究竟 KD 4 會出Portro 還是出Retro 這個我都覺得有些 值得討論的部分 因為自從Kobe 系列出Portro之後 Nike 開始把原本的鞋 常常改了改右 所以來到 KD 究竟 會不會真的想移動一下 Zoom 和裡面的設定 整對Portro出來 從而令到每一對 KD 開始伏克 都會以Portro的方向出發 這個我覺得是蠻有趣的方向 我都蠻喜歡 KD 的鞋出Portro 因為 KD 頭幾代 雖然是便宜的鞋 但是回響也是不錯的 其實去到後面的鞋 去到中段有些貴的鞋 有點貴 但是開頭的性價比有多高 性能也是不錯 所以來到會不會做出四代的Portro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原裝搭載前掌Zoom Air 其實這個情況 它這隊是否需要改 可能會改為Zoom 和Zoom 和Zoom 去做KD 4的Portro 迎合它新款的設定 但又可以用一隊 蠻有戰鬥力的鞋 去做回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對KD 4出Portro 期待值都蠻高的 無論如何 今天到達了 影片下方留言訂閱 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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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